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10日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2月11日星期五 美国商会9日表示 如果与北京未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采购承诺的谈判失败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选择 包括可能导致新关税的新贸易调查 美国还可能与欧洲以及其他盟友密切合作 要求北京为国际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导弹防御局首席架构师斯坦·斯塔菲拉 7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讨会上表示 有能力对抗高超音速威胁 美国计划最早在明年将推出有探测和跟踪 高超音速导弹能力的红外传感器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10日表示 为了更方便的美国快速调动驻欧洲的军队 丹麦向美军士兵和装备进驻敞开大门 此外丹麦国防部8日表示将提升军事准备 欧盟主席冯德莱安10日表示 未来几年将向非洲投资至少1500亿欧元 他表示这是全球门户倡议下的第一个区域计划 为了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 欧盟去年的12月发起了全球门户倡议 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10日告诉中央社 预定2月下旬将访问台湾 主席汤姆·图根达特表示 访台依赖传达英国坚定保卫台湾展现的民主价值 英国外委会上一次访问台湾是2006年 中共海关10日宣布 9日已经开始停止了进口立陶宛牛肉 中共没有说明原因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继英国之后 表态支持立陶宛 并呼吁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 对抗中共的经济威胁 截至到美东时间2月10日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 299万7014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4亿0355万2588人 单日死亡是13567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579万5662人 下面记住今天的话题 徐州生八孩女子事件 中共给出了可能是最后的定论 当局继续是死咬不放 不管你信不信 就认定是杨某霞就是小花梅 同时对董志民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这件事能压下去吗 美国国会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要对中共的全国人大所有成员进行制裁 其中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等 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 美中断交已经逼近了 今天早晨正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一位网友发邮件告诉我 说封县生育八孩女子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就在发邮件的几分钟前 微博推送了一条有关徐子八事件的最新进展 徐州发布这个通报共有三段内容 第一段就是关于徐子八的身份认定 同报中表示 经过不省市公安机关 对杨某霞还有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 叫光某英 以及小花梅的母亲 已经去世的蒲某马生前遗物 进行DNA检验比对 结果为蒲某马与杨某霞和光某英 符合母女关系 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辩认认定 杨某霞及是小花梅 同报的第二段是说 公安处理了三个人 同报中表示 经公安机关侦查 董某民涉嫌非法拒禁罪 桑某妞女48岁 云南省福贡县人 石某中男67岁东海县人 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 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最后一段就是体现党对杨某霞及其家人的关怀 对他们进行低保保障等等 无论什么时候 中共当然都忘不了 它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但魔鬼再怎么自夸 这个画皮也遮不住那张无比丑陋与邪恶的脸 认真阅读最新调查处理情况 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 总的来说 应该说是存在着至少九大疑点 第一 对杨某侠即使小花梅的认定 透明权威吗 从徐州发布的通报中 我们可以得知江苏省公安厅和中共的公安部 似乎也参与了DNA比对 也就是说这个鉴定机构很可能是公安内部的 如果是公安内部的鉴定机构 那么如何服众呢 可不可以公布DNA比对的详细情况呢 谁都知道中共警察是从上到下沆瀣一气 官官相护 所以在内部做鉴定 这很明显存在着 用自己人来支持自己论点的嫌疑 所以杨某侠即使小花梅的这个结论 并不具有任何权威性 第二 曾有当地知情人披露 这个小花梅已经遇害了 并且在徐州火化了 按知情人的说法 小花梅最小也得有55岁了 而巴哈尔女子杨某侠 在经历了24年的非人催谈之后 她的面容看上去并不大 也就40岁左右 请问中共的公安部 江苏省和徐州市 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在哪 她有多大年龄 小花梅有多大的年龄 能不能将小花梅的详细情况也公布一下呢 第三 既然认定杨某侠即使小花梅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据董极村村民早前介绍 这个杨某侠刚被拐来的时候 是个学生 会讲英语 也就是说杨某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既然杨某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他一定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字 能不能请你们认定这个小花梅 辨识一下他家乡的文字呢 这没什么难度吧 常驻在云南大理的土家族摄影师张宇 在朋友圈表示 云南福贡亚古村是立宿族村落 他们的文字是这样的 徐州封县有关部门知道吗 接着他又补充 让杨某侠认一个这种文字试试 第四 七号四川南冲丢失的女孩李莹的叔叔 已经亲笔写下了申请书 要求公安部刑侦局的打拐办 为杨某侠和李莹的亲属做DNA鉴定 据说刑侦局已经把李莹叔叔的亲笔信 转给了四川的警方 请问在这里公安部的刑侦局为什么不直接参与呢 能不能对杨某侠和李莹的亲属做一次DNA比对鉴定呢 这样是不是能帮助李莹的亲属消除疑虑呢 不是可以更好地让人相信鉴定的权威性吗 第五 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认定了杨某侠 即使这个小花梅的话 那么能不能带着杨某侠去一趟云南福贡献亚古村 和四川的南冲 分别让他见一下小花梅的家人和李莹的亲属 亲人之间是有血脉相连的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呢 第六 警方是不是不作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 避重就轻呢 同报中提到了经公安机关侦查 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 桑某妞和石某中涉嫌拐卖妇女罪 都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但是请问 董志民仅仅是涉嫌非法决禁罪吗 北京市伟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郝亚超 8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当中有理有据的指出 董志民涉嫌强奸罪 虐待罪 有明确犯罪事实 郝亚超律师表示 徐州报告中认为杨某侠结婚前有精神病 假定这一认定属实 那已经证明董志民犯了强奸罪 这是确定无疑的 这是常识 根本不需要论证 通告声称经过侦查 是警方不懂法律常识 还是不作为包庇犯罪呢 第七 董志民存在着虐待罪的嫌疑 郝亚超律师指出 无论杨某侠与董志民的婚姻是否有效 杨某侠作为孩子的母亲 作为与董志民生活在一起的名义上的妻子 董志民自己身穿着羽绒服 却让杨某侠冬日只穿着单身的破旧毛衣 且不提供取暖设备 对其所谓的精神疾病和重症牙周病不予治疗 已经构成了虐待罪 第八 通报说48岁的桑某妞和她67岁的丈夫石某中 涉嫌拐卖妇女罪 这次的通报又推翻了上一次的徐州发布通报的内容 上一次徐州发布通报说 桑某某是受小花梅母亲之托 带着小花梅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江苏看病 然后找个好人家嫁了 但是现在对桑某妞 以涉嫌拐卖妇女罪刑拘 说明桑某妞就是一个人贩子 请问这是最新发现 还是早就掌握了情况 而故意隐瞒真相呢 第九 其实桑某某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徐州发布说桑某妞48岁 是云南省福贡县人 而她的丈夫石某忠67岁 是江苏省东海县人 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差近20岁 两地相隔遥远 桑某妞和石某忠是如何认识的呢 他们的婚姻正常吗 背后是否也有拐卖妇女的问题呢 背后的这些问题不应该追究吗 从上面的这些疑点来看 中共各级包括警方 从上到下都串通好了 死也不会承认杨某侠就是李盈 一定要把杨某侠 即使小花梅做成铁案 当局如果承认杨某侠是李盈的话 那背后牵涉的这个问题就太多了 大鬼小鬼一长串都可能被牵出来 甚至可能要入狱 早前骄傲女孩曾暗中调查 得知徐州参与贩卖人口的公职人员 至少有411人 这其中还不包括警察 杨某侠事件呢 不管大家信还是不信 当局很可能就这样压下去了 往下压 但这种事压得下去吗 就算把杨某侠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钟某仙的事也能压下去吗 在正月初二的节目当中 我曾引用大陆前资深调查记者 邓飞的微博爆料 就在杨某侠所在的董吉村 还有一个更悲惨的女子 常年光着身子被铁链锁着 已经不能行走了 2月8号大陆财新网 也报道了这名女子的情况 但是财新网的那篇文章 已经被删除了 现在只能通过网页存档 看到一部分 不过财新网发在微博上的文章 已经被网友给截图下来了 文中表示 当地官方人士8号证实 董吉村另一名女子 钟某仙 已经被送往封县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了 文中引用村里知情人介绍 钟某仙和杨某侠差不多同时期来到董吉村 生了两个孩子 大孩子已经成年 到了结婚年龄 据见过钟某仙的知情人士透露 钟某仙的丈夫 看到同村的董知民家 在抖音上直播 带来大量的捐助 于是主动联系抖音博主 来家里拍摄钟某仙的生活惨状 这位知情人向财新记者透露 钟某仙的丈夫直言不会告诉我们 钟某仙是她花了1000多元钱买来的 村里又罚款了1000多元 据称说这个钟某仙是常年趴在地上 生活不能自理 钟某仙的丈夫向抖音博主介绍 说是打针打坏的 钟某仙的长子也表示 说她妈妈是在医院打针 吃药过敏 逐渐肌肉萎缩 她还否认她的妈妈被铁链锁住 她的妈妈之所以趴在地上生活 是因为在床上怕掉下来 家里人出门干活 还没人看管 所以放在地上 平常地上都铺有被子 但是有两位董籍村的村民 向财新记者表示 钟某仙曾受到虐待 她丈夫脾气暴躁 早些年经常把她吊起来打 发出惨叫声 村里人都知道 把她叫吊死鬼 综合上面这各个方面的信息 我们不禁也要问了 关于钟某仙的情况 封县是否知道呢 钟某仙明显也是被拐卖来的 她丈夫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那么钟某仙的原籍在哪呢 封县是否查清楚了呢 钟某仙被拐到董籍村的时候 她的精神是不是已经失常了呢 如果精神失常了 是谁给他们办理的结婚证呢 这其中涉及的强奸罪 警察为什么不管呢 如果当时的精神正常 她是否说出了自己的原籍地址 是否与她的家人取得过联系呢 又是谁为她办理的户口呢 面对拐卖人口 村里罚款1000元 这就算是对拐卖人口的处理吗 钟某仙的丈夫呢 是不是有对她的虐待行为呢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活不能自理的呢 又是在哪家医院打针打坏的呢 是不是对这家医院进行了追责呢 钟某仙的这一切 丰县当局 徐州当局 江苏当局 不应该给个说法吗 另外像杨某侠 钟某仙这样的情况 董籍村还有多少 环口镇有多少 丰县徐州有多少 为什么徐州拐卖人口的现象这么严重呢 这些是不是都应该给一个说法呢 事实上拐卖人口的现象 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存在 只不过有的地方掩盖的好 而封县不小心被掀开了茶壶的盖子 之所以各地都有拐卖现象 主要就是因为各地的警察不作为 甚至有的地方的警察还参阅了其中 就在徐子八事件引发全民愤怒之际 小花梅的家乡云南 又传出了一桩幼女被抢案 有一名三岁的女童 在云南的新平县 一个公厕的附近 被人给拐走了 自由亚洲给当地的警方电话咨询 回应说已经找到了孩子 至于案件是不是侦破了 人犯的是不是落网了 警方都拒绝透露 应该说这名三岁的女童非常幸运 有着徐子八事件的舆论压力 警方不得不全力找人 如果是换作以往的话 这名女童还找得回来吗 一位四川眉山青龙镇的张女士 她表示她的母亲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当地派出所就是不立案 他们想求助警方动用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 寻找线索 但警方没有受理 仅仅是登记为失踪人口 随后就没有了音讯 一位体制内的知情人士告诉自由亚洲 现在残障人士失踪 拐卖妇女儿童甚至绑架的现象非常严重 每个县里都有不少 这位知情人匿名介绍 她有一个表哥曾被拐卖了两次 被迫打黑工 搞得精神失常了 她说湖北黄岗西水太平四村 一个店里有个残奇人 从贵州买了个老婆 都有摄像头都拍了视频 那人还是没有被抓到 知情人说 中共的公安对这一块不重视 他们不及及 根据中共民政部智库 中民社会救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 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 2020年中国走失了100万人 但这还是下降之后的数字 前几年更高 比如2016年就有394万人次 公开资料显示 失踪的女孩大部分凶多吉少 咱们普通百姓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 手不寸铁可能对付不了这帮吃人的魔鬼 所以咱们就等着看看 看上天怎么收拾这些吃人不土骨土的恶魔 看看他们一个个遭到什么样的报应 昨天美国这边有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大事 我们必须要说一说了 美国国会多位共和党人推出了一项最新的议案 要制裁中共全国人大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这其中也包括着习近平和他的家人 美国保守派网站布莱特巴特报道 这项新议案全称制裁中共暴政压迫人民之官员法 简称制裁中共法 最初是由众议员丽莎·麦克莱恩率先提出的 随即得到了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吉姆班克斯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罗杰斯 等等这些资深议员的支持 法案中列举了中共的各种侵犯人权的问题 包括新疆百万集中营大规模关押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体 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打压香港自由破坏一国两制 以及对台湾不断侵扰等等 根据这份议案的内容 制裁的对象包括中共全国人大的所有成员 我们知道中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主要官员 都会被选为大代表 也就是说被制裁的中共官员当中 也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等等 这些中共的七常委 还有他们的知习亲属 这个制裁的范围太大了 可以说中共各级主要官员绝大多数都在被制裁之列 公开资料显示 现届中共全国人大共有3155名人大代表 其中175名常委 2980名代表 如果要加成他们的知习亲属 估计这个人数不会低于5000人 所有这些人都将被阻止和禁止 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 当然也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 另外 美国不会向他们颁发亲征 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我们知道以往受制裁的那些中共官员 他还可以利用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 但是这个议案如果生效之后 美国总统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制裁 而且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规避 这项法案的强硬程度令人吃惊 如果在两院通过之后 拜登签署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那可能美中两国之间 想维持关系都难了 很可能将断绝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推出法案的同时 班克斯表示 提案中制裁的中共官员 是一群特别残酷迫害人权的嫌犯 他说 这帮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 也是邪恶专制政权的领导人 班克斯说 推出制裁中共法 不仅是出于国家安全义务 还出于道德义务 阻止他们在美国行使他们的腐败轨迹 共和党学习委员会很自豪能带头对抗中国共产党 罗杰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他强调 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 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 法案的制裁力道强大 将对中共官员发挥真正的惩罚作用 罗杰斯认为 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共的立场不够强硬 将导致北京进一步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他说 拜登每天都在犹豫 是否要让中共对种族灭绝和奴工行为负责 但中共只会在邪恶行动当中变得更加肆意妄为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国安和外交事务主席 众议员乔·威尔逊在加入支持法案之后说 我很高兴加入这项法案 对中共高级党员的恶意行为 以及对人权的侵犯进行制裁 威尔逊强调 如果我们要反击中共 几十年来占我们的便宜 并压迫伟大的中国人民 我们必须大胆 最先发起人麦克莱恩随后对布莱特巴特表示 中共是对美国和全世界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之一 这份制裁中共领导人的提案 向中共和世界表明 我们对他们的咄咄逼人的欺凌策略 感到厌倦和恶心 据了解 目前国会当中 还没有任何一位民主党人表态赞成制裁中共法 在目前民主党掌控众议院的情况之下 法案要想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难度是比较大的 不过布莱特巴特分析认为 中期选举即将进行了 如果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的掌控权 那么这个提案在明年通过的可能性就大有可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与我们进行互动 当然我们更希望您 帮我们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 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人 接触到我们 看到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